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竟然遭到同行的排气 同行的季度竟然被鼓诉了 具体云是什么云呢 我想了一下 可能是我的田螺15块钱一斤 卖的这么贵 卖的贵就算了 而且又还卖的这么好 然后同行的卖的很便宜 但是它的螺卖卖的不怎么好 因为我的田螺是它的田螺三倍的价格 它可能有点想不通 然后刚好 刚好我有个视频 是我粉丝发给我的 然后我回来宣传一下 我可能是套在了我的视频中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他找到了 然后现在说我的视频 秦全了 这个都没大不了 大不了的话 这个视频有那么一段的话算掉就行了 我只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人家那么多搬运我的视频的人 那还得了 有些人甚至在转着我的视频 这个有什么关系 他在转着我的视频 不是转着光转的那么紧了 他是原本搬运我的视频 又发在母屋平台上 说成他自己养着田螺 这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真正的 有养着技术的人 我就不怕你们搬运 对不对 因为技术在我手上 无论你们怎么搬运 这都没关系 对不对 真正的是 人家学员选择了你的总罗 你要有权的技术给人家 让他能够赚得到钱 这才是真正的本质 大家说对吧 说来说去 中居还是有些人同行引红吧 其实我在这里跟这位同行说一下 生意是大家做的 你的总罗 那个五块四块六块 这个人家相信你 你有好的技术 你能让人家赚的钱 那为什么得点不 来买你的总罗 来买我的十五块钱的总罗 就因为 我的总罗虽然贵了一点 但是它和终身持有 而你们的总罗 人家用过一次 第二年又要继续投 你算零零投零零更换 还是放一次管终身 人家还是分得清的 这个不是真正语言 真正语言 是要让人家 跟着我们眼前的能够赚到钱 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对吧 很多人说现在骗子太多了 确实骗子太多了 所以说有没有真本事 用实际上说话 对不对 真正不怕火力 对 我这时候想不通的就是 如果是因为这个粉丝 他发给我的视频 然后我在赌鱼上 帮他宣传一下 然后 他一把视频 是从人家那边得来的 那我真的就 下次再也 发视频之前 一定要学问个人家 不用看我才在分大小 因为小的是用来做钓鱼楼的 这个大一点的做三千楼吧 一个一个搞的 像这种钓鱼楼就非常棒了 跟各位朋友说一下 大家都是同行 对吧 应该是想着一起 怎么把这个田螺 养出高产量 高密度 而不是天天盯着我 我的生意好 那么什么 而不是天天说 哎 我的生意好 我的影红 就来接我们的多 我们的生意好 就来影红 一直想说 用什么事情来搬到我们 这是没必要的事情 你要记得 现在做养殖 技术才是王道 你有真正的技术 你还怕你赚不到钱吗 对不对 你还怕人家不相信你们 对不对 这是事实 像这一项可以钓鱼楼 就非常棒 很漂亮的 你看 这个都还小 这框都是钓鱼楼的 你看 是什么 这个帅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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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